大家好 从这一节课开始 我将给大家介绍前端工程师必备的PS技能 我们的这一门课程是以切图为主 所以我的课程有个副标题叫切图篇 我们先进入课程内容 首先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本门课程 会学一些什么东西 学完之后我们会达到什么样一个效果 接下来针对我们的切图这块工作 Photoshop的界面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设置 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做个介绍 然后呢 我们要对Photoshop的基本操作有一个了解 我们的课程竟然是以切图为主 我会教给大家一种传统的切图方式 传统的切图方式是我们肉眼来量的 肉眼来切图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错误可以避免 但是误差是无法避免的 那为了尽可能减小误差 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智能化时代 我们把测量这一块交给计算机来处理 这就引申出了我的下一个内容 Photoshop精准切图 在精准的切图下 切图就这么简单 但是从Photoshop CC版本开始 针对我们的前端工程师来说 新增了一部分的新功能 非常强大 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扩展的知识介绍 最后我还会带领大家做一个课程总结 好 那我们就开始主要课程 那课程介绍 我刚才已经重复了一遍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 如果没听到同学 我会跳一点 学完我的课程 我们至少要做到四个目标 第一个也是我这个课程的重工之重 就是什么 我们最起码要能够利用Photoshop 从网页设计师所提供的PSD单中 来获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图片资源 它是透明的 半透明的 它是JPG PNG 这一块每一部分的资源 我们要从PSD单中获取 好 这是最基本的 除此之外呢 希望大家能够对Photoshop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至少你能够明白 Photoshop原来就这么简单 其次 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网站已经上线了 或许还没上线 但是已经进入开发过程了 那经常会就到这样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客户说 嗯 这个小banner 或者这个slogan 把这个颜色调一下 把字体改一下 把字换一下 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改动 就这样了 如果我们还要让网页设计师 重新设计一遍 他们可能改动也只是一点点 然后呢 他们再把PSD 拿给网页前端工作室 前端工作室再重新再做一次成购 然后呢 再做一次前端开发 我想说你不累 我也觉得累的 那如果 做一个前端 他能够对图片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 调整 直接就针对那一张图片把它调整了 然后呢 一个替换 那就OK了 这不是省事 省力 省心 客户也满意 还说 嗯 你的效率很高 点个赞 对于领导来说 嗯 这个玩不错 有进步 该涨工资了 好了 至于最后呢 我还有一个展望的目标 那就是 希望大家在课程当中 也能够对自己的审美和美感 进行一个提高 或者一个培养 行 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主要的课程内容